今天带来的2023主场联赛第26轮 深圳队对浙江队的教练 横进 切到中路 姚军胜接球转身 速率很快 姚军胜可以射门了 姚军胜打门 球进了 刚刚开场第4分钟 浙江队先下一城 6号姚军胜 在中场队友 传切配合之后 自己拿球获得了一定的空间 起左脚的大力抽射 打进了自己这个赛季联赛的第三个进球 姚军胜的身边没有人管 陈子贵过来 然后田子一被缓过去 两个防守人之后 再来补的球员就已经来不及了 28号右边后卫周欣 也过来想要扑姚军胜 但是他上来的时候 对方已经起脚了 赛季队现在踢得很耐心 前阶给的斜船 进去里面王农生摆渡 这球差点变成 自摆乌龙 赛季又一个战术脚球 请你给 起来 门前 头球一蹭 又来了2比0 这个球越位了 中间队友 百度往后蹭的时候 莱纳多应该是 在越位的位置上 莱纳多呢 现在还是占据着中场联赛射手榜 榜首的位置 这下没有越位 但是这个时候 莱纳多是越位的 至少是成名球员 戴伟俊早就走了 然后在7月份以后 好球 姚军胜今天状态真好 巧球过人 这边是埃夫拉 找承进配合 埃夫拉进进去 打门2比0 刚才那个球没算 但是过了不到一分钟 第二个进球还是来了 承进这一挑 这个姚军胜这一挑 就非常灵性 然后埃夫拉呢 找承进再做一个配合 今天浙江队 前场的两个小个子中场球员 各自都有突出的发挥 承进算是两次助攻了 然后姚军胜打进了第一 我们也不想看到这些运动员们 这些教练员们 在苦苦支撑 前姐给又到禁区里边 倒三角传回来 打门 梁达多 中场联赛第17个进球 浙江队今天 可能想进多少球 就能进多少球吧 深圳队上一轮是1比5 输给了梅州客家 防守当中 这边徐瑞峰 拖得太靠后了 中位都顶上去了 徐瑞峰拖在后面 让这个防线变成了反马题 陈杰给呢 也正因为这个反马题没有原位 然后再 大奎来了 尼亚山穆歇奎 把球蹚起来 扛住身体 打门 又这球打在了边往上 没进 穆歇奎虽然速度上 可能跑不过快马张远 落点 但是穆歇奎并没能冲起来 好球 艾弗拉脚后跟踩 曾经再坐回去 艾弗拉进进去 又倒在地上 这个球 艾坤 好像犹豫了一下 还是没有吹哨 下半场的郑达伦 太勇猛了 人球跟过造了刘浩帆 一张黄牌 冰回放 今天的视频距离裁判是马宁 还有金超 艾弗拉这个起步 起速的 这前几步的速度是太快了 艾坤看了一会儿 决定给点球 这样 深圳队 但这个点球 提前一动了 要重罚 董春雨说 我好歹帅了一下 没有什么太大的胜负的压力 这个点球罚进 罚不进 没有什么太大区别 大魁再给一次机会 大魁这次打进了 四比零 这将对今天四个球员 所以其实对我们的球员们来说 不管环境如何 不管俱乐部的状况 是不是艰难 好机会成进 好球 董春雨这次出就没问题 弥补了刚才 像湘君之导说的一样有伤 要不呢 可能就还是钱的问题 好球 王宇东有机会上门 打在了董春雨的肩膀上 再打 这次来一个巧劲 补射 这球就是进不去了 但是深圳队的球员 也一直没办法解围 球还在浙江队这边 再传进去 后点 投球 这球进了吗 球进了 五比零 不管是张家琪进的 还是穆谢奎进的 这个球肯定是进了 已经过了门线 董春雨在这儿 非常忙碌 第一下 这是后来了 应该是大奎进的 张家琪这一脚呢 还是被董春雨 极限铺就 传球次数 深圳队不到 正将队的一半 成功率 看看王宇东 这次 这球 捕射的大奎 没能赶上 球被对方 沈不良 提前破坏了 06年11月 那快17岁了 王宇东应该是 打破不了这个记录了 偶然体育提供 海外用户专线 无线畅游 腾讯 咪咕等视频网站 提供中国所有省市体育台 观看直播 中超CBA赛事等等 20元每月可免费 试用两天 高清不限流量 微信654733 咨询 像乡君指导说的一样有伤